第七章 法则四 反复操练 直击你最大的弱点 处理好每一小节 整首曲子就会自行完成 作曲家菲利普 将是独 班杰明·富兰克林一生身兼多重角色 包括企业家 投资家 科学家 外交官 以及美国开国之父 但他最早 也最主要的身份 是一名作家 他最初是在写作上获得成功的 为了逃避 在他哥哥兼工的印刷厂当学徒的常年契约工作 他逃离波士顿 前往费城 身无分文 默默无闻的他 一开始还是先在一家印刷厂工作 之后才渐渐有实力在社会上与人竞争 他写的《穷理查年鉴》成了国际畅销书 让他42岁就得以退休 不过 他的写作真正改变世界 是发生在他人生的后半段 就一名科学家而言 富兰克林的数学能力很差 他对实际成果比对宇宙的广大理论更感兴趣 然而 他的散文不论是门外汉或哲学家看来 都同样觉得写得很好 英国化学家汉弗里 戴维爵士就特别提到 他把细节描绘得生动有趣又清晰易懂 富兰克林的写作能力与实际成果 使他成了风靡国际的人物 在政治上 富兰克林也靠写作来帮自己赢得盟友 并说服潜在对手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 他仿写了一篇据称是由普鲁士国王斐特列二世所写的文章 标题为普鲁士国王颁布的一项法令 在文中他提到 由于大不列颠群岛的早期移民都来自德意志的区现在的德国 那么应该由普鲁士国王从那些移民现在居住的英国殖民地来纸税收 借此讽刺英美殖民关系 后来 他的笔下功夫也让他写出了独立宣言 其中他修改了汤马斯·杰弗逊的话 还成为刘明清史的金句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富兰克林究竟是如何学会这些让人惊艳的写作能力与说服技巧 实在值得一问 幸运的是 他留下了富兰克林自传 让我们得以一窥他是如何办到的 他在自传中细数当自己还是小男孩时 如何努力地把写作技巧分割成几个部分来练习 在他儿时 有一次与一个朋友争论女性受教育的优点时 富兰克林表示赞成 他的朋友反对 他父亲就注意到他的写作观点缺乏说服力 富兰克林于是决心改善这一点 并着手进行一连串锻炼来加强写作技巧 他的锻炼方法之一 是找一本他最爱的旁观者杂志 然后针对里面的文章做笔记 他会好几天不去看那些笔记 然后再回头看一次之后 试著根据记忆去重建原来文章的内容 重建完成后 他会比较我的文章与原本的旁观者文章 发现自己犯的一些错误 并加以更正 他也发现自己懂得单字有限 便发展出另一种学习策略 借着把散文改成诗句 他可以把字换成符合格律或运缴的同一字 为了提升自己对一篇文章修辞流畅度的品位 富兰克林也再度运用了模仿笔记重建法 但这一次他把所有提示笔记弄乱 如此他就必须在重写时决定一连串想法的正确顺序 一旦建立了一定的写作模式 他便进阶到更困难的学习任务 也就是用带有说服力的风格来写作 他在读一本英语文法书时 接触到苏格拉底方法的观念 即透过探究问题而非直接反驳的方式 来挑战他人想法 之后他去上班 便很小心地避免鲁莽的反驳与积极的辩论 反而专注于当一个谦卑的探究者与怀疑论者 那些早年的努力也带来了成果 16岁那年 他想试著出版自己的作品 然而 因为害怕他哥哥会不假思索地拒绝 于是他掩饰自己的笔记 还用塞伦斯、杜古德这个笔名投稿 声称作者是一名住在乡间的寡妇 他的哥哥不知道真实作者 便核准并出版那本散文集 因此 富兰克林又回去写了更多东西 虽然一开始 是以一个谎言让他的作品得到公平出版的机会 但富兰克林揣摩其他虚构角色想法的练习法 之后 也在他的事业上证明了这种能力是无价的 例如 穷理查年鉴是以一对生活单纯的夫妻 理查与布利基、桑德斯的观点写成 而他的政治评论文章 像是普鲁士国王颁布的一项法令 同样也运用了他以想象观点切入的灵活写作力 若富兰克林没有先建立写作这门精湛技艺 很难想象他会成为如今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无论是商业、科学或治国能力 让他深具说福利且伟大的不变核心 就是良好的写作能力 而他与众不同之处 不仅是他的大量写作或天赋才能 也在于他练习的方法 他把书写技巧拆分开来 然后分别练习各项要素的方法 让他得以在很小的年纪就精通写作 并运用到其他后来让他声名大造的工作领域 仔细分析与刻意练习 正形塑了第四个超速学习法则 反复操练的基础 学习的化学作用 化学界有个很有用的观念 称为速率决定步骤 这发生在一个化学反应 是由多重步骤组成时 其中一个反应结构的产物 变成了另一个反应结构的起始物 而速率决定步骤 正是这一连串化学反应当中 最花时间的部分 也就是过程中的一个瓶颈 能影响最后定义 整个化学反应 发生所需的时间总量 我要说的是 学习的运作经常也是如此 某方面的学习问题 会形成一个瓶颈 影响你在整体上 变得更纯熟的速度 想想学术学吧 其中包含许多不同部分的复杂能力 你必须了解基础观念 记得解决某类问题的演算法 还得知道 能运用在什么情境中 然而 这项能力的根本 是做算术与代数的能力 以便解决讨论的所有问题 如果你的算术与代数能力很差 就算你已精通其他观念 还是会得到错误答案 还有学习外语新单字时 你能成功说出多少句子 取决于你知道多少字会 若你知道的太少 就无法聊得很多 若你能瞬间在大脑资料库里注入数百个新字词 就可能大幅增进口说流利程度 即使你的发音 文法或其他语言之识维持不变 这就是反复操练法则背后的主要策略 找出你学习化学反应中的速率决定步骤 就能独立拉出来 针对它特别加强 既然这决定了你学习技能的整体能力 比起同时试著练习技能的每一个部分 你只要抓紧这一重点来努力改善 就能进步更快 就像富兰克林对于弱象的洞察力 快速提升他的写作能力 只要找出整体写作技巧的构成要素 弄清楚瓶颈 以聪明的方法加强练习 就能比只是花很多时间写作更快变得更在行 反复操练与认知负荷 1.学习过程中的速率决定步骤 也就是一种复杂技能中 决定你整体表现水准的关键要素 是使用反复操练法则来练习的一大主因 但不是唯一理由 即使你想学会的技能中 没有像这样会妨碍你表现的瓶颈 使用反复操练法则来学习仍是个好主意 原因在于当你练习一项复杂技能时 你的认知资源 像是注意力 记忆力 努力等等 一定分布在学习任务的许多不同层面 像是富兰克林在写作时 必须考虑的 不只是他提出的论据内容是否合乎逻辑 还有文字的选择与修辞风格 这可能会让你落入一种学习陷阱 也就是为了提升某一层面的表现 你可能投入了更多注意力在那上头 以至你其他方面的表现开始下滑 某部分能力虽然变好 但整体任务表现反而变糟了 反复操练则可以透过简化一项技能 让你把认知资源集中到单一层面来解决问题 而不会削弱其他部分 当富兰克林将技能简化 只专注于重组一篇之前读过的文章的顺序 他就能把所有注意力投注在单一重点 也就是用什么样的想法顺序 可以组成一篇好文章 而不是还得同时担心文字的使用 文法与论剧内容 拟锐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 这条学习法则与上一个法则之间的矛盾 如果直接学习意味着 必须在最后会使用到该技能的真实情境中 立刻投入完整的练习 那么反复操练就是一股反向的拉力 必须把技能加以切割 好让你只练习其中一个独立的部分 该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先直接学习 再反复操练 当我们放大视野 从整体的学习过程来看 在过程中交替使用直接学习与反复操练 他们之间的紧张矛盾关系就能得到解决 许多学院士学习策略所犯的错误 就是忽略直接的背景环境 或加以抽象化 期待若培养出足够的组合技能 最终能发生学习迁移效果 相反的 超速学习者 却经常采用我所谓先直接学习 再反复操练的方法 第一步 就是试住直接练习想学会的技能 这代表弄清楚会在哪里与如何使用 然后在练习时尽可能密切符合真实情境 透过实际去说来练习一种语言 透过写软体来学习程式设计 透过写文章来改善写作技巧 最初的直接连结与后续的回馈循环 可确保不会发生能否顺利迁移的问题 下一步是分析直接练习的技能 定是主独立出一些要素 这些带加强的部分 要不是你工作中的速率决定步骤 就是你因为太多事要做 而无法专注其上 于是发现很难改善的子技能 从中你可以反复操练 直到你做得更好位置 最后一步是回到直接练习 并整合你所学到的东西 这一步有两个目的 第一 即使是在设计完善的操练中 还是难免会出现学习迁移障碍 因为之前一项单独的技能 必须移到一个更复杂的新环境 去使用 你可以想成像是打造人体里的节地组织 去连接你分别强化的肌肉群 这一步的第二个功能 则是可以检视你的操练 是否设计完善且适当 许多独立出一项来操练的尝试 最终会失败 是因为并未真正切中实际练习中的困难点 莫关系 就算是失败的回馈也很重要 能帮助你把浪费在学习对最终目标 不太重要的世上的时间 减到最少 在学习过程中的越早期进行交替练习 循环速度会越快 交替助做直接练习与反复操练循环 可说是学习计划刚起步时的好主意 即使不是一前一后 而是在同一学习阶段里循环做也是用 之后 随着你越来越擅长于想做的事 就需要投入更多努力 才能明显增进整体表现 你也能越来越接受 花更长且迂回一点的方式去操练 随着你越来越精通 最后你会发现 学习时间可能大多会集中在反复操练上 因为你越来越能准确知道 该如何把复杂技能拆解成个别要素 而改善任何个别要素也变得越来越难 反复操练的具体方法 运用此法则使有三大问题 第一是弄清楚操练的时间与项目 你应该聚焦在找出技能的哪一层面 可能是影响你学习表现的速率决定步骤 将哪一个技能层面加以改善 就可以花最少力气 为整体能力带来最大进步 你的会计能力或许受限于 Excel相关之时太浅薄 让你无法把所致应用在实物上 你的语言能力或许因发音不正确而受阻 即使你知道正确的智慧 你也要注意 一项技能中需要同时运用的层面 这些可能更难以改善 因为你无法投入足够的认知资源来加以提升 像是写一篇新文章时 可能必须同时掌控研究 说故事方式 单字与许多其他层面 让人很难只在一个层面变得很擅长 决定要操练什么或许看来很棘手 但也不一定是如此 关键就在实验 先假设是某件事阻碍了你 用一些操练来对付它 使用先直接练习再反复操练的方法 你很快就能得知自己是否猜对了 这个法则的第二个困难 是设计操练内容来达成改善 这经常很困难 因为即使你认出了你的表现中比较弱的部分 但要设计出一项操练 能训练那个部分 又不以人为方式移除 令它难以实际运用之处 可能会很复杂 我相信富兰克林的操练是很不寻常的 因为大多数人 即使认出自己写作能力中的特定不足之处 也不会有那样的聪明才智 去找到方法操练子技能 像是把论点安排得具有说服力 与模拟成功的写作风格 最后 操练是辛苦 且经常是不舒服的 抽丝剥茧 找出你的表现中最糟的部分 并单独练习 需要莫大的勇气 花时间砖 住在你已很擅长的世上 却愉快多了 有鉴于这种天性 我们就来看看一些 进行操练的好方法 帮助你开始行动 方法一 切割时间法 创造一种操练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一连串较长行动中的一小段时间独立出来 例如 音乐家发现 一首乐曲中最难的部分时 就经常反复操练 把每一个部分练到完美 再融入整首乐曲或交响曲的脉络中 篮球员再操练一些 只占整场比赛一小部分时间的技能 像是带球上篮或罚球时 也用同样过程来练习 在学习一种新语言初期 我经常狂热地重负击个重要片语 好让它们快速伸直在我的长期记忆中 找出你正在学习的技能中能被分解成一小段时间 而那些时刻是特别困难或重要的 加以练习 方法二 认知练习法有时你想练习的 不是一项大技能的一小部分时间 而是一个特定的认知要素 比如再说一众语言时 随时会用到文法 发音与单字 但这一切会形成必须同时处理的不同认知层面 我建议的方法是 在实物上也会同时运用到其他要素时 找个只操练一项要素的方法 像是我在学中文时 会做声调操练 包含用不同声调来发两组自会的音 并录下自己说话的声音 那让我可以练习快速发出不同声调 不用分心去记那些字的意思 或去想如何造出文法正确的句子 方法三 模仿法操练许多创意性技能的困难点之一 在于我们通常不可能不做其他部分的工作 只做其中一小部分的练习 例如 富兰克林在努力提升合理安排论点顺序的能力时 不可能不写出一整篇文章 要解决这个学习问题 你可以模仿富兰克林 不用多想 而是透过从其他人或你过去的作品中 直接复制技能中你不想操练的部分 就能只专注在想练习的要素上 因为你只要重负在操练 不只能节省很多时间 还能减轻你的认知负担 代表你能把更多注意利用来让自己变得更擅长 练习绘画时 我一开始不只根据照片 也根据其他人画的图来画画 那帮助我专注于正确描绘图像的技巧 简化了如何画出场景与该纳入哪些细节的决定 对灵活的创意工作而言 修改你过去创作的作品 也可能有相同效果 能让你选择性的改善作品的某一部分 不需考虑一件原创作品的全盘要素 方法四 放大镜法 假设你需要创造新事物 无法修改或区分出你想练习的部分 要如何创造一项操练 放大镜法是在想学会的技能的其中一个要素 花上比其他要素更多的时间 这可能降低整体表现 或增加你投入的时间 但会让你把更大部分的时间与认知资源花在你想精通的子技能上 在试图增进 我为了写作作研究的能力时 我便是透过比之前多花十倍的时间在研究上 来应用这个方法 虽然写文章的其他部分 我还是得做 但透过花上比我平常会花的更多时间在研究上头 我就能培养做这件事的新习惯与技巧 方法五 联动法 我从超速学习者身上一再看见的策略之一 就是从一项 他们没有任何必备条件的技能开始学习 然后 当不可避免地做得不好时 他们就往回退一步 去学其中一个基本主题 再重负操练 这重从太难的地方开始 等需要时 再学必备条件的实践法 一开始可能令人沮丧 但会省下很多学习时间 如果你只是从一个字技能开始慢慢学起 并不会像这样 带来真正大幅驱动成效的结果 例如 巴龙就是透过直接去做来开始进行他的像素艺术实验 当他总是学不会某些部分 例如颜色 他就回头去学色彩理论 再重负做他的作品 路易斯也有类似习惯 一开始 就说常用语手册里的句子 之后再学习常用语文法 有意识的操练 对许多人来说 反复操练的感觉会像是往错误的方向努力 我们都曾花大把时间做设计好的家庭作业 希望透过反复操练 以学会是实语步骤 结果完全是浪费时间 那通常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练习的内容背后的缘由 或是该如何融入更宽广的背景脉络中 在不知来龙去脉的情况下操练问题 往往是枯燥乏味的 然而 一旦你发现 妨碍你超越自我的 就是某个瓶颈 操练就被注入了新的目的 在由学生主动 而非外力主导的超速学习中 操练就多了一层心意 因为现在去找出方法 透过加速学习 你觉得最困难的部分 来改善学习过程的人 就是你自己 而非为了不明的目的 被迫操练 从这层意义来看 与传统学习相比 操练在超速学习中 呈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风貌 在你把一个较复杂的学习难题 拆解成特定部分来努力解决时 精心设计的操练 会又发出创意与想象力 完全不是件无意义的苦差事 反复操练很辛苦 因此许多人宁愿逃避不做 只愿投入在自己觉得能胜任 与自在的主题上 学习者在操练时 不仅需要深入思考学习的是什么 也要弄清楚最困难的是什么 并直接攻击弱点 而非聚焦在最有趣 或自己本就已经专精的部分 这需要强烈的动机 并对积极进取的学习方式感到自在 在富兰克林自传中 富兰克林提到自己全心投入于写作操练的程度 我做这些练习与阅读的时间是在晚上下班后或早上上班前 尽管他深知杰出的写作表现在生活中占有多重要的地位 他仍需长时间待在他哥哥监工的印刷厂工作 因此他只能利用下班后 上班前仅有的少数空闲时间 辛勤的改善写作技巧 巴龙也同样重复练习像素艺术无数次 一边回头去掌握必备的概念与理论 直到真挚完美 反复操练的困难与用处都重负助一种模式 那种模式会重陷在所有超速学习法则中 即在心理上感到费力的事 比感到轻松的事还能为学习带来更多好处 这模式在下一个法则提取记忆中再明显不过 其中遇到的困难本身 或许正是更有效学习的关键 指的是人在从事特定工作时 该向工作加诸其认知系统上的负荷量